哈喽大家 今天继续聊一聊退圈这个话题 不是我非要让大家退圈 我当然希望有志的青年 大家全都留在我们圈 但是每过一段时间 我们铁粉群里就有同学说 大家最近有没有考虑过 要退出科研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一直笼罩在大家头上的一片阴云 就时不时它就会蹦出来 所以我觉得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 以前我跟大家也聊过 退圈这事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呢就是说 如果能力方面确实不太适合的话 那就不如早退早划算 也给大家做过一个checklist的视频 大家就照着去check 是不是每一个阶段都达到了 大部分同学应该达到的水平 但是主观方面就不一样了 在科研圈优缺点那期视频里 我就提到过 这科研圈呢它特别的自由 但自由这件事对有些人啊 它是优点 可对有些人就是缺点 那这个有些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最近我突然悟了 就是好像如果你要是个内耗的人啊 好像科研圈对你的精神恐怕是一种折磨 如果呢你要是一个内耗的人啊 你可能就需要旁边的人能帮你打鸡血 就比如我可能不太确定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干什么呀 那我就需要生影师可能天天告诉我你做的是对的 你就这样努力你一定能成功啊我能不能成功啊 然后他就要一直告诉我我能成功我能成功 然后呢我就靠着这份鸡血活了下来 但是在科研圈大家也知道是没有人可以给你打鸡血的 因为作为PI我们自己就是应该啊不仅不需要别人打鸡血 我们还要资产鸡血啊 每天就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啊 自己终将得诺奖是吧 而且最好呢还要产生多余的鸡血供给实验室的其他同学 比如说实验室如果有一个内耗的同学摄影师 那他呢还需要我作为PI打给他鸡血呢 你行的这个样子对吧 所以如果 哎对你绝对行你记得吗 当时我就是因为看中了你这份对科研的能力 我才招了你对吧 所以你一定行你要相信我的眼光啊 就是诸如此类的是吧 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需要这样的肯定 就是不停的得到领导的肯定 需要一个有authority的人 起码是得到我们认可的人吧 是吧不一定是直接领导 那他们的肯定 但在科研圈恐怕这点你是得不到的 而且还会经常遭到challenge 我们会经常遭到各种拒绝 比如想投paper啊 投grant啊 经常会遭到一些匿名reviewer的无情打击 就是我们想找人吵啊 你都找不着人 匿名的同学呢 他就说你不行 但这个同学他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位同学 那我们作为PI被一位同学批评了 但你没有办法 这就是这份工作的特点嘛 小同学也是你的peer 是吧 就是也是你的同事之一嘛 那reviewer就是有可能是一位同学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时候呢 不说盲目自信吧 但是就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我做的科研方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方向就是promising的 我这篇文章就是最后总会发掉的 我这个proposal就是最后总会拿到钱的 那可能这一次不行 那我就接着头 也不是说越失败越high啊 但是起码不会就随便的被这些小小的拒绝 就打击到一绝不振吧 起码该干嘛就干嘛吧 能做到这点吧 需要一点点自成继续 你觉得呢 肯定是 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的东西 它肯定是有底气的嘛 对吧 反正就对自己肯定是 对自己的能力啊 或对自己的就是这种 比如说方向也好 这些眼光也好 肯定内心是认可的 对吧 对 需要对自己内心的绝对人口 不是受外界随便几句评价 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的人 粉丝群里面呢 有同学就问 那什么时候作为一个PI 可以不写grant呢 答案当然是觉得钱够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后续的问题 什么时候钱才够呢 这个当然相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 是不一样的 不仅是对于一个PI 实验室里的funding 什么时候才够 对于我们个人啊 作为一个人生活中也一样 对吧 钱攒到什么时候才算够 每个人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确实怎样平衡工作和生活 就也相关了嘛 但是你怎么确定你这些钱 就可以活到什么时候才够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要自己你才能告诉自己 有一点类似于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嘛 像平时我就不太学嘛 那直到考试前我才临时抱佛脚 我一直是这样 大家也知道对吧 就是我连找工作的时候也是 摄影师呢批评我 我积累不够 所以肯定找不着工作 结果怎样 Guess what 你可以反问我 那为什么我就有这份资讯 包装的出来呢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好像就没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People never change 如果你在上学期间就是一个天天都好好读书的人 你在做了PI肯定也是一个天天会好好工作的人 但如果你平时就是个混子 相信我你当了PI也会是一个混子 你是不会改的 你说就是好像你如果你把时间先拉长一点的话 确实好像这个人肯定他的行为这种模式肯定都是一致的 一样的短期内可以改 比如说我在博后期间工作特别的努力 因为我就是不能忍受自己没有工作对吧 所以博后这段我觉得也是短暂的一个过渡期嘛 我只要有大paper我就肯定可以找到工作 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必须努力 还有像跳槽的时候 如果我想跳槽 我就必须我放进有paper 那我就得努力 我就得努力的投各种工作的机会 我才有可能能找到工作对吧 这个就是不得不努力的时候 就有点像期末之前 我知道我如果不学习 那不就找死吧 找死这件事我肯定是要规避的 所以我就会努力 但是只要度过了这一个 好你就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以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嘛 我就特别不喜欢卷这个信词啊 但是呢就有同学批评我说 你就算不喜欢也没办法 因为人和人的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吧 那好吧 我就修改一下我的说法 我并不是说不喜欢竞争 其实竞争时间进步 对吧 但是卷这个字呢 它不光有竞争的含义 它有一种被动的感觉 感觉就是我被卷了 这是被裹挟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有裹挟感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 铁粉群里呢就有同学说啊 现在的教授都很累啊 因为大家已经卷到 要早上五点发email了 这个呢就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教授自己就精力旺盛 他就自己正好起来了 正好没睡 他精力充沛 他睡不着 他就要干活 他正好发了email 或者是呢 我看到隔壁的小王居然五点发信了 我就必须比他厉害 那我就也五点发信 那只有被卷到了 就两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自己的内心感受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还要补充一下哈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从主观感受来说啊 内耗的同学可能会比较焦虑做科研 因为没有一个high authority的人会告诉你 你做的已经够了 就不用再努力了 这样子对吧 不像在工业界如果已经完成了领导不知的任务 我们就已经知道完全可以回家相向的睡觉 但是在学术界因为没有人给我们画这条线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内耗的同学可能会相对比较恐慌一些 但是绝对不是说内耗的同学客观上不适合科研圈 其实反而恰恰相反 我觉得比较容易内耗的同学说不定还在科研圈可以特别的发光发热呢 比如哈我跟小王呢能力完全一样 但是呢因为我不内耗 我只要拿到一点小小的成绩 拿到一点小grant 我就说好了我可以快乐的又跟摄影师玩耍五年了 但小王不一样 他就觉得啊虽然我拿到了一个grant 可是我还要拿到第二个第三个 要不然有可能不能tenure的 然后他就一下拿掉了六个 然后直接就把我beat掉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 所以其实科研圈呢 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充满了内耗的PI 它都做的特别的好 所以呢 如果是内耗的同学啊 也不要被今天我的视频就吓到 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科研圈啊 我只是说呢 你们在科研圈 恐怕会生活的比较恐慌一点 但这点恐慌说不定恰恰就是你成功的垫脚石呢 那作为PI如何才能快乐生活呢 我以为快乐的人肯一直快乐呀 不快的人一直不快乐呀 就跟PPI 是不是PI没什么关系啊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想如果一个快乐的人做了PI不快乐 他就有两条路嘛 要么给自己洗脑 啊我应该快乐 作为PI就是这样 然后就快乐了起来 回到了自己的base line 或者就是做PI让我不快乐的 那就不做PI不就好了吗 那时候去industry吧 然后就继续都快乐起来了 对啊 然后就说真的会有就比如说以前很快乐 但那儿PI就不快乐了吗 有有有这种例子吗 我觉得这应该很少啊 长时间的恐怕没有 短暂的像我刚才说了 他可能就会改变自己的 就不做PI不就好了吗 最简单的就是对吧 对大家如果特别不快乐的话 千万不要被PI这个title所累到 就是世界还是很大的 有很多工作我们可以做的 完全没必要困死在这里啊 好好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毕竟啊我们做PI 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快乐的生活嘛 不是为了让我们累死 或让我们不快乐的 凭什么呀 是不是 让他们小王不快乐去吧 反正我们是要快乐生活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啊 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哈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